为了晚上的演出 台上高中生们认真地确认 每一场灯光与音乐的细节 第15届花样年华青少年戏剧节 这两个星期在淡水图书馆演艺厅上演 而今晚登场的就是来自彰化的金城中学 透过这一出戏 他们希望能够鼓励青少年 在社会的压抑下 要勇于表达自己 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想要表达青春平等这个概念 不管是你在友情 亲情 甚至是爱情上面 你每一条路都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 不要因为害怕去表现 而错过了你想要表达那种能力 就是我们有一句是说 我们的感受往往大于 表达能力的感受 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出剧 把我们想说的好好表达出来 告诉大人们 告诉其他社会上很多 有力量的人们说 我们学生也是有自己的 央炮可以去改变这个社会 导演林莉莉表示 现今教育体制使得新少年出现了 盲从且屈服于现状的思维 透过这一出戏 他们要鼓励青少年勇于表达 而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也表示 今年选择以青春觉醒为主题 希望鼓励青少年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这两个月我们在新北市议图书馆淡水分馆也一天 有举办这个第十五届花旺尼华全国青少年戏域节 那我们明天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就是7月25号 是园林高中红楼剧房带来的演出 那我们进场时间是每天晚上6点半进场 7点开演 那各位观众可以在下午5点半的时候 先到图书馆这边来领取我们的十段倦 就可以早一点进场 两周来十二所学校陆续带来自己创作的作品 而明天最后一场将由园林高中来演出 只要捐出一张发票就可以入场看戏 而想要体验高中生的活力与热情 有兴趣的民众一定不能错过 谢谢陈伯伟 但随采访报道